刑法100條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當時也有參加 在台大醫學院的門口 有李政遠教授領導的 刑法100條就是說你意圖 意圖判亂 然後意圖分裂國土 意圖就是說 比方說你是台獨思想都叫做意圖 台獨思想 就是說你在想台獨 如果比照那個 你現在自稱你是金城武的金太太 也犯罪 對 因為意圖 意圖 你這樣不去做就叫做意圖 那傅君祺昨天站上那一個舞臺 其實他很難得有機會 全國觀眾都在看他 照道理他當一個總召 應該要感謝什麼什麼 大家支持我們這些法案通過 沒有 全部都在講他自己 講他自己五星級的縣長 講一大堆 你要說要成立民間特徵組 他要特徵組的名字 不要用 因為我已經有國會特徵組的節目 他說要不要再說新台灣加油 電視有在看 有在看 這一個他的這個論述的好像跟 跟這一個昨天通過那個法沒有關係 但是站在那個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人怪怪 那既然怪怪我們今天有看到黃國昌 那個沖石錶嘛 當然整幾天都有人出現這個富王府嘛 可是我對這個富王府是真的不慢 我不知道作者是誰 因為這個裡面全部都正面的 有負面的啊 很少的 你看 回蘭的王者是負面的嗎 是正面啊 國會的主宰 立院的舵手 然後呢 禮盒的收藏家 來自田園的從中者 國家預算的精算師 這一個五權憲法的改革者 高速鐵路的信仰者 五權憲法的改革者 不一定是正面的 他是在挑戰孫文的人喔 不就講是正面的 可是黃國昌 你去黃國昌的台北都是在嘲諷嘛 沒有啊 道德的長城 政治的完人 自由的燈塔 民主的防波體 這都是正面的啊 對嘛 這個叫反串 這個叫反串 反串文嘛 因為我倆政治 我沒有辦法跟他對在一起啦 因為吳君臣其實他 你沒有看到 我看到的跟你都不一樣 習近平的乖孫子 婚姻的魔術士 昆仑山的一棵草 九層塔的守門人 關九層塔什麼事 因為他家是九五至尊大樓啊 對 然後呢 這個叫 失智列車的駕駛員 再生醫療的清除者 大陸黨的導覽員 地方新聞的管理者 如果把富王富 然後這個沖石表 跟那個韓國瑜那個啊 全部的名詞 放在裡面 叫大家去挑說 哪一個是富君致 哪一個是韓國瑜 哪一個是黃國昌 這個遊戲然後看大家幾秒鐘 可以完成 對 往後來看這個 設計一個遊戲 大家疑疑 這種嘲諷啊 有些名字就會跟著 你像黃國昌 現在的黃國昌 後面就接韋君子 這就非常的明確 對 好 我們說富君致 到底說他有什麼 去拿一塊 當時他去拿一塊 就像這樣 像這樣 然後呢 他穿的衣服跟現在穿的其實是一樣 他很喜歡穿這種習近平的 的這一個外套 風格的 他很喜歡穿習近平這種風格的這個外套 那當時當然是因為炒股案 他從大學就玩股票 因為他大學的時候呢 其實跟我念的是 鄉親的科系 他是念這個交通管理的 運輸管理的 那他那個時候就開始 涉入這個股票市場 當然叫做以前他叫股市的小富 是這樣來的 就是股票 賺很多錢 所以他就涉及了這個 幾個股票的這個炒股案 我這個訴訟殘年非常久 到最後還是定念要去執行 他就關在這個花蓮的極安監獄 但是他在花蓮極安監獄 也有另外一個特色 因為他沒有被齒朵公權 對 沒有被齒朵公權 其實他的立委資格沒有消失 所以他的國會辦公室 也還有助理 也有助理 然後他也在問政 他也在問政 他可以說面質詢 對 然後他就是一個立委 在這個監獄裡 一般在監獄服刑 還可以在執行立委的職務 他是放下這個 請問這個監獄的典獄長 要不要聽他 因為他可以質詢他的上司 法務部長 花蓮進去家 我家兩家 這樣你就了解了 就是這一種很奇怪 我怎麼覺得 很像電影裡面 請你去喝咖啡 吃炸雞 什麼的 會有那種畫面浮現 對 那就是他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那他在花蓮呢 就搞這些事情 我們可能大西部也不知道 他所有可以用的 都有他夫妻的照片 譬如說 各位知道這是什麼 這小學生的聯絡簿 小學國中 每一個小朋友的聯絡簿 通通是他夫妻的照片 聯絡簿都不用買 我們如果像台北的小孩 聯絡簿跟一本要買 我是不知道多少 五十八十每一本 可是他這個就縣政府印 家長當然說很好的 他把所有的大廟 大廟燒金屬 這是他的名字 這是要燒 這創局 這是要燒給他 創局 證明說一關的 一關的 讓人壞掉 我們兩組說要燒給他 真的是創局 後來有其他現實感學嗎 不可能 他把他列名燒掉 那問題是說 他就 不然把他列名燒掉 所以沒人這樣做 這也是創效 創效一點 他這樣搞 另外一個副作用 就是說在花蓮 賣金屬都沒有生理 對吧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他去賣這個 他這個米 送人家米也是夫妻的 這一個照片 他無所不在 農民利也是 農民利一邊是 農民利的紅色方面 另外一邊也是他的相片 左邊翻過來是 傅崑奇的事 右邊翻過來是農民利 所以他發給人家的時候 都發農民利 然後人家拿回去發現 另外一邊是傅崑奇 所以他無所不在 所以他在花蓮 其實為什麼叫他花蓮王 因為他的總召任期只有一年 所以他其實也在趕時間 因為你像黃國昌 黃國昌的任期是兩年 就是他的立委任期是兩年 那傅崑奇的總召任期是一年 那我告訴各位 因為傅崑奇也想要選黨主席 所以他必須在這一個階段 把這個他在立法院的這些人 全部按來而合 那這些人這一次跟著他打這一次的這個 修改這些法律條文 當然引起一些資深立委也很不爽 因為資深立委也覺得說你都不照顧來 你也不要讓人說話 這人家出去的出事 然後那個條文亂七八糟 前後矛盾 還忘了寫新台幣 就是其實怪怪的東西都有 那些資深立委你想什麼賴士堡 柯志恩 這站到旁邊看 這個人怎麼怪怪 怎麼會搞成這樣子 所以傅崑奇的領導風格 有一點大家看不懂 但是他展現出來那種叫做 我把他撤位叫做霸王 就是台語很霸 然後他決定的事情就去做 要用卸賣就對了 可是他的本質啊 他的本質現在看起來並不是很正 所以那天在講的時代也吵一個說 你怎麼會脫稿演出 你是你是整個站在那個神壇上面 就整個棋架 然後忘記自己現在要上來講什麼 你知道大家支持國會改革 我心中的國會改革是什麼 第一我心中的國會改革是 我希望有炒股 偽造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假離婚的人 禁止參選立法委員 我希望國會改革怎麼樣 我希望會議出席率低 質詢缺席的立委要扣錢 我希望國會改革怎樣 我們要修法 如果立法委員在任期之內 有罪確定發監執行進去關的時候 要喪失立委資格 我希望國會改革怎麼樣 我希望國會改革裡面可以把被起訴 而且一審判決有罪的人讓他喪失立委資格 有沒有 結果這次立法改革完全沒有這些內容 完全沒有這些內容 我希望國會調查權跟聽證 沒錯啊 要啊 可是濫用這些權力的立委 立刻要剝奪立委資格 我希望國會可以好好調查 可是如果一旦涉及泄密 把上面有寫一個密的密件貼在社群網站的立委 要受到懲罰要喪失立委資格 就自己也沒有啊 所以這一次根本都不是國會改革嘛 這只是國會自肥啊 自己給自己更大的一個權力 然後呢 這把上方寶劍拿在自己手上 完全無邊無際沒有限制 這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要跟中國國民黨合作 所以他眼睛閉著 他不看 這不是傅昆琦 他只是副總照 那個摸我頭的人 不是炒股假離婚的前科犯 摸我頭的人是副總照 他把他的眼睛閉著 然後呢 騙自己 也騙他的支持者 嗯 我覺得政治人物啊 他騙自己啊 我那是他的事情 可是他騙他的支持者 他告訴他的支持者 說這國會改革 結果傅昆琦 你看他昨天 剛剛節目前面播的那個 他那個叫什麼 他那個叫一個貪腐 前科犯的勝利宣言 他說他炒股都是民進黨害他 民進黨有叫他炒股 我沒聽過 他說刑罰一百條 他是政治思想犯 一個炒股假離婚的前科犯 竟然在我們國會殿堂 大聲說 告訴大家他是政治思想犯 我看了真的是感覺反衛 你知道嗎 真的反衛 那誰給他這個舞台 黃國昌也給他這個舞台 原來傅昆琦不接觸 是他傅昆琦的個人 他個人的深淵條例啊 未來傅昆琦 就是立法院裡面的 政治法庭的法官 大家知道喔 現在他現在不喊出廢監院對不對 對 不是廢考監喔 對 為什麼不廢考監 為什麼不廢考試院 因為考試院並入行政院 行政院權力會更大 他不要廢監院 監院並入立法院 大家知道立法院就更大了 現在還有更嚴重 現在監察院可以彈劾法官檢察官 並入立法院之後 變作立法院可以彈劾法官檢察官 以後傅昆琦可以彈劾 起訴他的檢察官 可以彈劾判他有罪法官 這個舞台誰幫他搭的 黃國昌 那請問十年前 我們一起奮鬥到現在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人 怎麼可能會接受這樣跟傅昆琦 你農我農的黃國昌